雷佳音携老婆参加校友会,孙艺舟夫妇也在,两位明星太太气质开挂。 3月26日,演员雷佳音现身上海戏剧学院参加校友会,因为太太翟旭飞是其同班同学,二人跟一众同学拍摄合影,现场还有孙艺舟夫妇。 左边红圈是孙艺舟夫妇,右边则是雷佳音夫妇。 雷佳音在2017年凭着我的前半生前夫陈俊生一脚走红,事业从此平不清云。 今年春节当,他主演张艺谋电影满江红,在片中饰演秦桧,演技大获好评,演艺事业更上一层楼。 雷佳音跟翟旭飞都是上海戏剧学院02级学生,二人于2010年结婚,婚后育有一女,孩子小北出生于2012年2月,现在刚好11岁。 迪旭飞从上戏毕业后,拍摄过几部作品,包括和空姐一起的日子龙门标局重生门等等,当了母亲之后,她几乎处于退圈状态。 孙艺舟跟曹晓文的婚恋过程跟雷佳音夫妇相似,二人同样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2002级同班同学,从大一开始谈恋爱,并于2009年9月9日结为夫妻。 曹晓文曾在《黛玉传》中饰演秦文,婚后就离开了娱乐圈,现为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老师。 从校友会的合照看来,曹晓文与翟旭飞关系非常好,两人不但站在一起还手牵手,另外,颜宽太太杜若熙也在现场。 雷佳音自认脾气暴躁,她喜欢翟旭飞的原因,是因为跟对方性格互补,在她失去理智时,女方永远能够保持冷静,安抚其情绪。 祝福她们一家人幸福快乐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